大家好,我是陈坤 今天要教大家怎样不用约翼和不用电脑 就可以录制在iPhone和iPad上 萤幕操作或游戏的画面 今天将用最新的iOS10 配合AXIO 0.52版本来示范 首先我们先开启小白点 补助触摸功能 位置是在设定 一般 补助使用 补助触摸 将补助触摸开启 没开启会导致游戏录制变成黑画面 接下来我们将透过iOS的Safari游览器 查找AXIO 我会把网址放在说明栏 AXIO的网页会显示在最上面 点击AXIO 耐心等待网页加载 之后把网页拉下来 点击AXIO的APP 点击Install 再点击Install AXIO稍微等一下 会显示信息让你安装AXIO 按Install 然后你可以推出到主界面 等待AXIO安装 完了 点击AXIO 会显示信息 Untrust Enterprise Developer 那我们需要到设定 描述档与装置管理 信任企业版证书签名 之后再回去点击AXIO 需要同意使用AXIO的条款 意思是说 如果你通过企业证书安装使用 当苹果吊销企业证书时会丢失录制的视频 建议将录制的视频都保存到相扯 点击Record 点击屏幕防向 点选中向 再选择分辨率 之后点击 下一步 允许AXIO使用麦克风 不然就录不到声音了 打开AirPlay 点选你的手机 有时候第一次会失败 再试一次就好了 建议让它录一下子再切换 你就可以登录你想要录制的APP AirShield会将iPhone所有的画面都录制下来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用AirShield录制 偶尔会遇到的问题 比如录制失败 黑屏有声音没画面 还有遇到AirShield企业证书不再有效了 怎么办 等一下我都会一一呈现 视频录制好了之后 可以播放之前录制的视频 可以马上检查之前录制的视频 如果发现不满意 可以立刻补录或重录 强烈建议马上将录制的视频都保存到相册 以避免当企业证书不再有效而丢失之前录制的视频 因为当企业证书不再有效了 你是不能进入AirShield这个APP的 除了没有开小白点以外 另一个会导致黑屏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开启Smooth Seeking 开启的话就好像把你的游戏设定调稿一样 只是帧数会下降 关掉帧数就会上升 但是很大的可能性 会不能正常录制画面造成黑屏 这是因为Apple改变视频添满模式 开启Smooth Seeking录制 正常之下在AirShield里可以播放 而且流畅度很好 没有延迟的现象 在相册里也能播放 和前后快啦 让我们看看在不开启Smooth Seeking之下录制会有什么问题 正如你所见 不开启Smooth Seeking之下录制 当你在AirShield直接播放 只是黑屏 萤幕没有任何录制画面 再来 让我们将刚才两段视频 以去电脑上播放 第一个播放是有开启Smooth Seeking录制的视频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正常播放 也能前后快啦 第二个播放是没有开启Smooth Seeking录制的视频 它呈现一片空白 没有画面 再一次用播放器打开视频 前半段你们可以看到它是正常播放的 之后我有相亲快啦 视频播放就定格 不开启Smooth Seeking录制的视频 播放器解码有问题 遇到AirShield几页证数不再有效了 你们需要删除旧版本 再次去iEmulator的网页下载就好了 有时候会不能下载 是因为它们在更新 请耐心等待它们更新好了 就能继续下载了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 请按赞和订阅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